今天我要跟你分享新的一个系列,我们的那个系列已经完了,我们开始新的系列,我叫基督的爱的系列,在那边分享圣经的幻影之前,我给你讲个笑话,有一天,有个老太太在街边走路的时候,忽然间被一个年轻人,一个劫匪,将她颈项上的那个钻石项链抢走了,但是在千军一发的之际, 那个老太太也不输,她也捉住那个年轻人,可是捉不到,却捉到她手背的那个手链,抢到她的手链,然后呢,警察过来询问,就问说,老太太,你认得看清楚这个劫匪的样貌吗? 那个老太太说,哎呀,无所谓了,我的钻石,我的钻石项链是假的,重要的是,那个劫匪的手链是真的,所以你看啊,我们很在意,今天你要来教会,为什么你来参加聚会? 因为你要找整的东西,对吗?你不希望人家告诉你一些info,告诉你一些资料是假的,或者你领受的东西都是ir,骗的,整或故事来的,我们最怕是这样的,所以今天,我要让你看到上帝的话语,今天从一个经文里面来认识,一个观影基督的爱,的真相。 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费利门书, sorry,费利门书,费利门书啊,英文是费利门,费利门,费利门书,它没有几张,也没有几张,它只是唯一一张很短的一封书, 费利门书,费利门是整本圣经,包括就业和新业,是最短的一封书,里面圣经总共有66本书,可是这个费利门书呢,是最短的,全长只有25届,所以呢,我们从这个25届里面呢,来看上帝对我们说什么,我来读和贺本第一节这样讲, 为基督耶稣被求的保罗,从弟兄提摩泰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费利门,和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部,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愿恩会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 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弟兄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有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到了畅快。 第八节,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党吩咐你合一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因为基督耶稣被求的林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魂所中所生的儿子亚尼西姆,求你。 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到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爱所受的魂所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做,叫你的善行不处以勉强乃是处以干性。 第十五节,他暂时离开你,或者叫你永远地找他。 第十六节,不再是奴护,乃是高过奴护,是亲爱的弟兄,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是你呢? 这句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 第十七节,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恢复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帐上,我必偿还。 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归劝于我。 二十节,弟兄啊,忘你使我在主里因你的快乐,并忘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 二十一节,我写信给你,身心你必顺服,知道你要所行的,不必过于我所说的。 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 二十三节,为基督耶稣,以我同座间的一巴佛问你安。 以我同座的马可,亚利达古,迪玛,路加也问你,你安。 二十五节,最后一节,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恩,藏在你的心里。 阿们就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家媚你,求祝你打开天上的马,吃掉天上的马拉给我们。 让我们从这非利门书,学习到如何基督的爱,和等着长过高升,然后怎么影响我们的生命。 主,我们感谢家媚你,我把一段时间给你,高默你的古人,高默,讲开高默在座的每一个, 圣弟姐妹的心,耳朵,眼睛。感谢家媚你如此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大家,阿们。 正如我所讲,《非利门书》是圣经里面最短的一本书。 你全长只有二十五节,然后按着希腊言文呢,只有三百三十十个字而已。 以我们中文的字眼,包括票面图号呢,总共有八百零七个字。 如果你有空的话就算啦,我是用电脑来算的啦,如果你有空的话就算。 全长只有八百零七个字,他才少过一个文章,一个文章。 文章最少有千五个字,对吗? 所以要少过一个文章。 然后呢,我给你看一些的背景,好不好? 一些的背景呢,我给你拍很快的。 一些的背景,第一,他这本书呢,是保罗作奸,在奸义里面写的一封书信之一。 保罗总共在奸义里面写的四本书。 第一,就是以佛所书,菲利比书,之前我们研究的哥罗西书和这本菲利比书。 四本书,他都是在奸义写的这四本书。 然后呢,第二,他是很典型的诗涵。 为什么讲他是很典型的诗涵呢? 保罗在他旧业,在新业里面呢,保罗总共写了十三本书,占了新业的三十八点。 这十三本书里面,有的是写给教会,有的是写给个人的。 个人的,他有写给,比如说有写给提摩泰。 我们就有提摩泰前书和后书,也写给提多,提多书。 这菲利比书也是一个诗涵来的诗人的信件来的。 可是,如果你相比这三个诗人信件,提多和提摩泰,起码在里面都有谈记到教会的事物。 可是刚才我们读的菲利比书,完全没有提到教会,也完全没有提到,这是很个人很个人的书信来的。 今天你问我牧师,为什么这样个人的书信会放在圣经里面呢? 到底上帝要对这个个人的诗涵,对我们讲些什么呢? 所以我也看得很重要,在过去很多的伟大的解经家,都看菲利门为一位很宝贵的珍珠。 因为里面藏了很多的很多很多高僧奥秘和智慧在里面。 上帝的智慧和一个上帝,就是基督徒该有的智慧在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来查考。 还有,刚才都讲了,它是一封请求书。 请求书是说,是保罗写信给菲利门,请求叫菲利门接纳他以前的一个奴物叫阿尼西姆回到他身边。 然后呢,里面呢,这本只有二十五,短短的二十五节里面呢,总共提及了十一个人物。 我们来看有哪几十一个人物。 第一,他讲到第一章,第一节他讲到,为耶稣基督被求的保罗同提摩泰, 两个人了,对吗?写信给所亲爱的同工菲利门,第二节,和妹子亚非亚和我们一同当兵的, 亚基督,看到有总共五个人,一开头有五个人物。 然后最后,最后,接下来有五个人物,中间有一个人物,总共下来十一个人物。 那我稍微讲一下,写信人有两个,一个是保罗,然后另一个叫皮摩泰, 受信人有三个,一个就是亚非亚,和妹子,妹子这希腊言文叫做姐妹, 就是说他的太太,菲利门的太太也是信主的叫姐妹, 姐妹,我们都通常叫姐妹,姐妹,亚非亚和他一同当兵的亚基督, 其实如果查考历史的亚基督就是菲利门的儿子,可见呢,菲利门一家人都是信耶稣的。 然后你跳到二十五界,二十三界,二十三界来说, 为基督耶稣以我一同坐牵的伊巴佛,问你的案,有一个人叫伊巴佛, 然后以我同宫的马可两个,亚利达古三个,迪玛四个,路加五个, 总共五个,开头有五个,界尾有五个,中间有一个叫亚利西姆。 所以整本的书信总共有十一个人物在里面。 所以,为什么我要跟你分享这些东西呢? 其实很重要的,我们继续看过去。 继续看过去。 原文里面的内容就是要, 请求菲利门接纳阿尼西姆。 那我要稍微告诉你哦, 稍微告诉你这个, 他的地理形式,跟这本书就帮助你明白,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查到这本书那么重要。 其实哦, 刚才我们讲, 菲利门是一个人,不是家会来的,不要误会。 菲利门住在哪里? 圣经讲菲利门住在哥罗西。 所以刚之前我们查到的哥罗西的书啊, 就是他住在那边的。 但是哦, 重点不是因为他住在哥罗西, 重点是哥罗西教会就是他家里。 他的家就是开教会的, 他家就是本身就是开放给人进来, 坐在家里的教会。 所以,你问, 请问哥罗西教会在哪里? 哥罗西的教会就在菲利门的家。 明白吗? 这是重点。 那,我要给你看见东西哦。 其实, 如果你看啊, 你看我地图一下, 哥罗西在这里, 然后, 其实哥罗西是在一个山谷, 山谷很漂亮的。 今天在那里, 在土耳其的一个地方, 如果你有去土耳其旅游的话, 我告诉你, 如果你有钱真的应该去土耳其旅游, 因为风景太美了, 你看它本身的土啊, 就很漂亮了。 我没有办法放大而已, 其实很漂亮的。 然后呢, 这个哥罗西就在这个山谷里面, 而这哥罗西, 在这个山谷里面有三间教会。 第一个是哥罗西, 第二个是老底家, 第三个是希拉多利。 OK, 如果你用这三个点来看呢, 它就形成一个三角形, 有没有? 很奇妙哦, 这三角形。 那么呢, 其实呢, 三间教会都, 都住在一个山谷里面。 都住在山谷里面。 重点是, 他们呢, 两三间教会哦, 都相, 相, 距离只是十多个, 十多里而已, 其实很近罢了。 所以三间教会都很熟的, 三间教会都很熟的。 如果保罗写信给哥罗西, 哥罗西, 哥罗西教会看完之后, 就发给老底家, 老底家看了, 就发给希拉多利, 这三间教会都很熟的。 然后, 为了保罗写信给老底家教会呢, 就发来发去, 他们的书信都发去, 所以他们的教会都很熟的。 可是, 我跟你讲过, 保罗这一生当中写了十三封书信, 得到取释最高, 得到上帝跟他讲的, 教会的奥妙最深的道理, 就是在这四本, 四本监狱书信的, 哥罗西书, 伊佛所书, 和菲利比书, 和这个菲利门书。 我要跟你讲一件很重要的信息就是, 当上帝把话语交给你, 上帝启示你最高的一个启示给一间教会的时候呢, 上帝同时也对这间教会有一定的要求, 对这间教会有一定的属灵责任在那边。 当上帝把话赐给一间教会的时候呢, 代表什么呢? 代表说上帝信得过他。 可是, 以今天的地理性质来说, 如果你回到登义, 土耳其, 这个汉谷里面呢, 你几乎找不到哥罗西这间教会了, 哥罗西都埋在地底下, 再一次地震, 把所有哥罗西的城市, 包括教会, 所有东西都埋在地面。 为什么这样呢? 今天是一个警惕, 今天你来教会, 来听道, 上帝的信用就是你要来应酬, 来立行你做一个基督的责任, 听了道就好了。 圣经说, 听道而不去行道的人, 就好像一个人, 不忘照了镜子, 却忘了自己模样的一个人。 信心没有行为之实。 所以呢, 哥罗西教会的遭遇和他的结果, 就是深埋在地底下, 到今天还没有握出来。 那你说, 牧师你跟我讲这个事情有什么用? 就好像今天, 牧师在这里讲道, 牧师把道给你们, 如果我本身没有遵行这个道, 上帝对我的要求和对我的审判, 跟相比而言呢, 上帝要求我的是双碑的。 上帝将来审判我的也是双碑。 所以你看, 当上帝示坏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的态度一定要去自行和尊重。 然后我们看到, 然后, 可是如果你, 这个第三天教会语练, 如果你看希腊玻璃, 起码希腊玻璃你还找不到, 今天你去希腊, 去土耳其, 比如说, 我要去, 土耳其你去, 我要去希腊玻璃, 人家都会带你去希腊玻璃。 希腊玻璃是一个名声地, 很出名的名声地, 出名那里, 出名什么东西? 出名体儿, 土耳其域, Turkey bath, 没听过啊, 因为哦, 希腊玻璃的地方, 是一个很很很, 它的是靠近那个叫什么, 火山的山谷下, 所以呢, 它的温泉啊, 它有泉水啊, 温泉是最热的, 到今天你去土耳其, 你去泡泡泡泡泡泡泡温泉呢, 还是最棒的, 因为那个水还是很滚烫滚烫的, 所以很多人, 不是吃滚哦, 不要误会, 其实最好的温泉, 都是在希腊玻璃, 然后呢, 土耳其有一个名, 有一个, 有一个, 习俗他们叫土耳其域, 或土耳其枣, 就是以前, 现在没有啦, 以前啦, 在两千年前呢, 南南尼尼都一起共用这个, 那个温泉的, 拓光光去那边充养, 这是他们的温货, 然后在那边呢, 人家会帮你铺铺, 帮你按摩, 帮你这个, 到今天还是有的, 但是今天, 今天你去的时候, 没有男女公公司的, 你不要想太多啦, 没有啦, 他们是有份男的澡堂, 和女的澡堂, 他们, 你去那边, 他是躺在那个石头上, 那石头是烧的, 是热的, 不是会烫你的, 就是有热, 他会烫, 你躺在那个石头上, 他帮你按摩和massage, 而做SPA, 所以, 有去过那个土耳机的人, 他一定会去享受这个土耳机遇, 那, 为什么会讲, 这个东西做什么, 其实哦, 今天, 你起码能从希拉玻璃, 都, 这个, 这个地方呢, 还找得到他的遗址, 他一些的东西, 各洛西什么都没有的, Elect, 什么都没有的, 今天, 还有一个地方叫劳比加, 劳比加, 是, 那, 我还跟你讲哦, 奇妙是什么, 圣经, 上帝有写信给各洛西, 上帝也写信给劳比加, 你说, 牧师, 劳比加那里有写, 有, 他写在启示录, 那我提醒你, 我提醒你就明白了, 有一间教会, 约翰写信责备他, 说你这个又不忍又不测, 的教会, 免得我从我口中把你吐出来, 讲的, 形容的不忍不测的教会, 就是讲这个劳比加, 劳比加, 劳比加是一个很有钱, 很富裕的城市来的, 为什么他会富裕很有钱呢, 因为呢, 在他那边呢, 有一个草, 有他的, 他的环境, 地方呢, 有一个草药, 一种的草, 专制, 做眼镜药, 眼药的, 所以呢, 他就靠这个, 制造这个眼药, 卖到全世界去, 所以他也因为, 卖眼药, 而法拉, 这个城市很, 很有钱, 我怎么证明他有钱呢, 有一次, 根据历史记载, 这个城市因为地震, 整个城都活了, 政府来不及帮助他们, 他们又自己, 自己帮助自己, 自己城市自己的人, 把整个城市建立起来, 你看他多有钱, 但是如果你不要忘记, 约翰责备这间教会, 他说, 你们这个, 这个教会, 其实你们, 你们是富足的, 可是你们是瞎眼的, 用你们, 你们用你们的钱, 去买眼药吧, 你要多讽刺, 这间教会, 这个地区, 这个地方, 这卖专卖眼药的, 却不能医治自己的属灵瞎眼, 上帝叫他们去买用钱, 用他们的钱去买眼药, 来医治他们一下, 今天, 老底价, 教会也, 也沦陷了, 也找不到他的教会, 起码, 你还可以找一些些的医治, 比如说, 他的罗马的戏院还有在, 他的公共澡堂, 就是那个洗澡的地方还有在, 哥罗西完全是看不到的, 他好一点的, 哥罗西完全是弄不见了, 这边还有一点点, 希腊堂尼还完全来保佑,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三间教会, 哥罗西有, 上帝有学信给他, 老比加, 上帝有学信给他, 希腊堂尼上帝没有写任何信, 所以他的审判是最清的, 所以你看到, 我们从这个地理形式, 我们可以学一道东西, 但我们认识上帝的话, 也说, 你要学习遵守, 要不然, 审判在你身上是最难的, 我们来看, 介绍我们来看, 我们主要的一个人物叫做, 腓利门, 我们来看腓利门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好不好? 腓利门是怎么样一个人, 圣经告诉我们说, 保罗写信给他, 是为了向他求情, 叫他接纳亚尼西姆, 然后, 因为呢, 亚尼西姆是保罗在困所中所生的儿子, 就是说, 表示说呢, 亚尼西姆现在呢, 已经信主得救了, 以前不是, 现在已经信主得救了, 我们知道, 亚尼西姆是一个奴隶, 以前在当时的两千年的社会啊, 奴隶制度啊, 是一个很盛行的一个制度来的, 可能今天对我们来讲, 是没有什么概念啊, 请问你家里有奴隶吗? 没有了吗? 我家里也没有奴隶, 我都是做人家, 人家的奴隶比较多啊, 今天没有奴隶啊, 可是你不要忘记, 如果你的奴隶史书啊, 奴隶制度, 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 才完全的我解, 所以我解这个奴隶制度, 美国的林登总统, 是吗? 你们有读书, 你们明白, 但是, 圣经早在两千年前啊, 保罗已经处理这奴隶制度的, 一个问题啊, 我们来看, 在当时罗马帝国啊, 总共整个国家, 总共有六千万奴隶, 很多啊, 为什么要把这个数目告诉你呢? 因为呢, 真正罗马公民啊, 当时在罗马的所有的公民啊, 才不过两千万本来, 公民有两千万, 他们的奴隶有六千万啊, 恐怖吗? 可怕吗? 如果这些奴隶一造反啊, 整个成现了, 整个罗马帝国, 整个罗马成现了, 所以呢, 在当时我要给你看见奴隶制度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制度啊, 奴隶来讲呢, 等于是主人的身上一个零件, 没有价值的, 主人不会把他当人来看, 他只会把他当身上的一个市场, 是一个可以任人摆布的棋子, 怎么样? 奴隶, 谈不到什么叫人权, 就算他的奴隶很乖很听话, 老板这个主人很赏赐他, 他也没有权利, 他只能找, 他看到一个所爱的人, 不管他是女的奴隶还是男的奴隶, 他看到他所爱的人, 他也没有结婚的权利, 老板只能遵循他们同居, 一个奴隶连一个结婚的权利都没有, 所以当时的社会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社会, 那我们讲的奴隶, 阿尼西姆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奴隶, 那么今天重点我们要看, 这个主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主人, 圣经说腓利门一家, 圣经说阿尼西姆就是这个腓利门家里的奴隶, 不是别人的奴隶, 因为腓利门, 为什么腓利门要讲这个东西呢? 因为腓利门是保罗的东东, 保罗本身没有去过哥罗西, 那么腓利门怎样信耶稣呢? 腓利门可能在做生意, 他是一个很有钱的生意人, 因为他家是开放地做教会的, 他可能去经过以佛所经商的时候, 听过保罗传讲福音, 因此来接受了耶稣, 后来他也带领他的妻子和儿子亚基布, 和那个叫亚非亚一起来信耶稣, 可见腓利门这个家庭是一个蒙恩的家庭, 整家庭都信耶稣的, 就是说千千万万的主人的里面, 这个家庭是信主的, 这个家庭富音老早就进入他的家了, 腓利门不单单是信主, 而信主得救, 而且圣经讲, 他的爱心和信心是可以被传送的, 我们看到, 看到说, 这边说, 听说你的爱心, 并向主耶稣送圣徒的信心, 保罗在罗马城和哥罗西的相聚, 有一千多里以外, 连保罗都听见他的爱心和他的信心。 我们可见, 这个腓利门不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 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是充满爱心和信心的人, 是每一个人, 家户玉小眼镜的人都知道, 腓利门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 他是一个有好见证的一个人, 他的生活和生命是有直接影响人的人, 他是一个开放自己的家, 做家会的一个有属灵的人, 使到保罗能够这样的称赞他, 来形容他, 那我告诉你, 如果你读, 你熟读保罗书信, 你很清楚知道, 保罗是一个不是很喜欢扩张, 讲过扩张的人来的, 可是, 这里保罗说, 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 大有安慰, 他形容, 不只是快乐和安慰, 大有快乐, 大有安慰, 所以, 这就是说呢, 保罗就在远处呢, 在远远的罗马那边, 被囚禁在监狱里面的保罗呢, 听到腓利门的行为, 的举止呢, 不但高兴, 而且是很大的成长, 腓利门, 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 腓利门, 一家人, 不但是信主, 而且很爱主, 而且他的爱心, 在哥罗西, 一代眼镜的人都知道, 他不光爱主, 不光有很强的信心, 他的爱心和信心, 可以说是, 可以远过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所以, 你有个概念, 腓利门是这么样的一个人, 我们接下来看, 另外一个人, 逃女, 阿尼西姆, 阿尼西姆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阿尼西姆圣经说, 在这个奴隶制度里面呢, 阿尼西姆是, 在这样的家庭做奴隶的, 不过很可惜, 有一天他逃走了, 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 但是他逃走肯定跟钱财有关系, 他可能脱了主人的东西, 很贵重的东西, 叫主人呢, 在财务上有一些的损失, 他就跑到很远很远的罗马去了, 到了罗马, 他可能, 从此以后不用做一个悲, 过一个悲惨的生活, 因为他是个奴隶, 终于自由了, 离开主人的管辖, 离开主人的那个瑕疵, 他已经来到罗马, 他可以做一个自由人了, 他以为来到千里以外的罗马, 已经很安全了, 如果他在哥罗西, 可能他主人还会找到他, 他逃到罗马去, 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人也没有人会找到他了,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在这么大的城市里面, 没有人找到他, 但是圣灵找到他, 但是上帝找到他, 上帝在尼尼西姆身上, 有做一个很奇妙的工作, 就是要尼尼西姆, 尼尼西姆得到这福音, 那我们说有一个人, 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十一个人物, 有其中一个人叫伊巴佛, 圣经讲伊巴佛跟保罗一起做奸的, 一起坐在监牢里面, 那, 保罗为什么要坐监牢? 保罗是为了要传福音, 传的福音, 当时的社会, 当时的政府不准他到处传福音, 结果把他监禁了, 那根据当时的立法, 伊巴佛代表以哥罗西家会去探访保罗, 问保罗的安, 问安保罗, 然后想要照顾他, 伺候他, 根据罗马的律法, 你不可以伺候, 或者照顾一个囚犯, 除非你愿意跟他一起坐牢, 我很感动, 如果一天我坐牢的时候, 不知道谁愿意陪我一起坐牢, 所以要伺候照顾保罗, 跟保罗一起坐牢, 可是, 我们讲回这个阿尼西姆, 亚尼西姆去到罗马的时候呢, 被谁遇上? 被伊巴佛遇上, 来什么事啊, 伊巴佛遇上也没什么大不了, 你不要忘记, 伊巴佛遇上也就住在腓立门的家, 所以伊巴佛不可能不认识尼西姆, 结果尼西姆就劝, 所以伊巴佛就劝尼西姆把他领到保罗那边, 保罗就在那里传福音, 当下尼西姆也接受了耶稣, 也接受了耶稣, 这就是我们来看, 福音的答案, 我们来看, 我有个差点是吗? 关键, 我们有, 雅尼西姆逃跑, 从主人那边逃跑, 跑到罗马去, 然后拿到罗马, 罗马去遇到保罗, 保罗把福音传给他, 然后他就成为保罗的属灵儿子, 然后保罗也成为雅尼西姆的属灵父亲, 别忘记, 保罗传经也传福音给腓利门, 腓利门也是他属灵儿子, 这两个人, 不管是主人还是奴徒, 都是保罗的属灵儿子, 都是保罗大人, 他是耶稣人, 所以我们来看, 在这个奴隶制度的帝国的世界里面, 上帝如何用, 借着福音和福音的大人, 改变这两个主人, 如果在两千年前, 如果你要随便的释放一个奴隶, 你就等于要撕裂整个社会的持续, 所以你要明白, 保罗在处理一件很厕守的问题, 搞不好呢, 会搞到自己遍体林上, 我们来看, 福音的工作如何在两个人身上动工, 而没有影响当时的奴隶制度呢? 我们来看, 这个福音的大人, 圣灵现在要做一件事情, 这里有个制度, 就是奴隶制度, 这个奴隶制度我们知道, 它是违反圣经的, 因为奴隶制度不把人当人看, 圣经讲,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 所以它是违反圣经的, 你看保罗怎么样看, 保罗怎样处理, 我们要来看, 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是怎么样的福音, 福音老早在两千年前, 林肯他有出事之前, 已经在处理着奴隶的一个问题了, 首先呢, 圣灵先在斐利门的身上做过, 他先砍电这个人, 他先改变这个人, 自从斐利门蒙恩德救以后, 我相信亚尼西姆一定有感觉的, 他会看见虽然斐利门仍然是我的主人, 可是这个主人呢, 是全新的主人的, 他以前是拜偶像的, 以前是不认识神的, 从前的斐利门总亚一个人呢, 亚尼西姆清楚的了解的, 现在, 不关斐利门已经是得救了, 亚尼西姆也看到, 上帝圣灵如何在这个斐利门的家做工, 如何的做工, 他看到有一大批的基督徒去他的家聚会, 人来人往的, 在亚尼西姆的眼中, 不可能不认识, 上帝如何做工在这个家里, 说你妹, 这就是福音要做的, 刚才我说, 斐利门的爱心和信心是可以被听到的, 眼睛的人都不知道, 我相信他的圣灵, 他的爱心和信心, 可以远播到远在罗马的, 远阿尼西姆也听到, 我的主人现在已经蒙恩得救了, 已经信耶稣了, 不像以前的主人了, 那个努力制度没有改变, 福音怎样去改变当时的情况, 他没有改变努力制度, 他将这个主人改变,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福音就是所要做的工, 斐利门书不只告诉我们, 斐利门得救了, 不只告诉我们斐利门有爱心, 有信心, 眼睛的人都知道, 斐利门也告诉我们, 圣灵还要在奴隶制度的另一段, 也就是阿亚尼西姆身上做工, 而这个奴隶, 是离开了他的主人, 他还得罪了他的主人, 还亏欠他的主人, 然后逃之遥遥到遥远的罗马去, 他以为这一下可好了, 我自由了啦, OK啦, 我不用再受瑕疵了, 当时罗马, 保罗在罗马被囚禁, 其实保罗的囚禁, 严格来讲是软禁, 因为, 因为保罗传福音嘛, 所以罗马政府不准保罗传福音, 他就怕一对的兵马, 置业不停的看住他, 他用锁链锁住他的手, 一条锁链, 一端是绑着保罗的手, 另一端是绑着罗马兵兵, 是24小时看缓着, 他有自由, 他有什么自由, 他可以写信, 有写信给教会的自由, 可是他也没有自由, 他为什么没有自由, 因为24小时都有人盯着他, 他没有我们今天讲的西洋鬼, 私隐, 私隐权, 他也没有他自己的私隐, 他大便小便都有人盯着他, 他连客搜一下也有人盯着他, 所以保罗是被捆绑的, 你可以问我, 牧师啊, 保罗为了耶稣基督被关在监狱里面, 没有自由, 现在拿阿尼西姆为了他的自由而逃亡, 逃到罗马去, 如果你正常来讲, 阿尼西姆会叫他, 你要跟我讲自由, 你现在被捆绑, 你要跟我讲自由, 要传福音给我, 你先救你自己先啊, 对吗? 照理讲的阿尼西姆可能会被罗罗这样说, 对不对? 可是, 上帝在阿尼西姆身上做一个很起码工作, 亚尼西姆并不是这样看, 亚尼西姆看, 这个人本来是一个自由人, 他不是奴隶来的, 却因为爱主缘故, 为了要侍奉主要传福音给人家, 而今天被捆绑了, 而没有了自由, 我是做坏事, 我本来是努力来的, 我身份就是被捆绑的, 但是我为了要争取我的自由, 来逃跑离开, 我是做错的东西, 那这里有两个东西啊, 你要学啊, to do the right thing, and do the thing right, 保罗是做对的东西, to do the right thing, 亚尼西姆是做错的东西, to do the thing right, 他本来不是这样的, 他为了要做, 他要做好事情, 他把东西垫倒, 这是两个不同的人, 但是, 两个不同的人却给上帝来, 被借着保罗来摸着, 今天他是信了耶稣, 那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讲的很重要, 圣经讲说, 亚尼西姆是保罗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 言文在捆锁中, 意思是说, 是一个难产下, 难产的过程生下的儿子, 那你做母亲的, 做女人的你明白, 当你怀孕生孩子的时候, 如果你的孩子是难产的话, 难产, 然后又顺利把他生下来, 然后孩子又没有夭折, 你一定很保贵这个孩子, 对吗? 难得我的儿子死里复生, 本来难产就完了, 这个孩子就死掉了, 保罗在监狱里面把他生下来, 保罗很保贵这个孩子, 很保贵这个属灵儿子, 所以呢, 我们看到, 这个养一息母改变了, 现在圣灵要做的, 就好像在匪利门所做的身上, 先改变主人, 然后改变这个努力, 他似乎没有改变整个努力制度, 什么时候, 这个主人不再一样, 这个努力不再一样, 问题就不再一样, 福音本身有一个工作, 在亚尼希姆身上, 圣灵在他身上的作工很深, 主耶稣已经成为亚尼希姆的主人了, 不是匪利门, 他接受了主耶稣, 主耶稣不仅只是他的救主, 今天耶稣成为了亚尼希姆的主人了, 而圣灵在亚尼希姆身上有一个工作, 有一个催俱, 要他回起主人的身边, 这就是福音的工作, 福音没有改变制度, 福音改变那个人的本身, 以前想淘宝的亚尼希姆, 今天背上一身深的感动和改变, 他要回起主人的身边, 这就是福音想做的工作, 但是我要告诉你, 眼前有一件问题, 很大的问题, 在当时的社会和当时的习惯, 一个奴隶逃跑的话, 他会接受的惩罚有两个, 轻判的话, 如果那个奴隶被抓回来的话, 那个主人有权利用一个铁烧的滚烫滚烫, 然后烙印在他额头上, 让人都看到他, 他是曾经逃跑的, 以后没有那么容易被逃, 这是侵判, 严重的话, 他有权利把他的奴隶钉在死的架上, 而死亡, 所以你要明白说别妹, 阿尼希姆是要冒着冒险回去的, 什么力量只知道他并没有回去呢? 这就是你自己的爱, 他以前是做错了, 他偷了主人的东西, 然后逃跑, 这些妇婴的大能和妇婴的工作, 在亚尼希姆身上是有印记的, 这个人改变了, 这个人愿意回到主人的身边, 所以你现在明白为什么保罗要写费利门书, 要写信给费利门, 向费利门求情, 你接纳亚尼希姆。 所以你看整个信件里面呢, 我们看到一个很深的一个圣灵的工作, 和复印的大能在一个人身上改变。 我们看到保罗说就是我的孩子, 如果你用今天保罗所讲的话, 人家会觉得很以利的, 他是我心上的, 保罗说亚尼希姆是我宝贝的儿子, 是我困所中所生的儿子, 他是我心上的, 只有你跟你的女朋友说你是我心上的, 你不会讲那个人啊, 你的朋友是我心上的儿子, 今天我们看到保罗对亚尼希姆, 虽然在别人眼中, 亚尼希姆是一个没有益处的人, 是一个努力, 是一个任人百步的棋子, 是一个没有用没有价值的, 但是保罗说这个人啊, 是我心上的, 这个人啊, 是我困所中所生的儿子, 保罗不是一个很交情的人, 不是一个很厉害的, 随便讲我爱你啊, 我心上的, 不是一个随便的, 但是在这个点上, 他把这个亚尼希姆的身份, 他说他已经, 他现在已经乌塞是奴隶了, 他已经是高过奴隶了, 他是我亲爱的弟兄, 是我困所中所生的儿子, 在保罗的心目中, 在保罗的心上呢, 这个亚尼希姆是有地位的, 有重大, 所以我们看到, 圣灵, 在两个, 两主人和仆人的身上, 做了奇妙的工作, 让圣灵改变了主人, 圣灵改变了仆人, 所以根本不用, 那个制度根本没有换到, 但是, 却, 解决了当下的问题, 没有一个力量能够, 让亚尼希姆勇敢的回去, 如果, 要不是, 上帝的爱, 基督的爱, 注射他, 感动他, 吹注他, 回到主人身边, 今天我要统一个故事, 一个是要过来结束我的, 我的讲道, 有一探险家在南美洲, 遇见了一个, 一个死人猪, 他们正在吃着他们的晚餐, 你知道他们的晚餐就是吃, 吃人肉了, 对不对, 死人猪嘛, 然后呢, 这个, 死人猪, 死人猪的酋长啊, 就对这个探险家说, 我是曾经在, 去英国留过学, 哇, 也读过哈佛大学, 然后, 探险家就很惊讶的问, 既然你受过这么高生的教育, 为什么你现在还死人肉? 那个酋长说, 是的, 不过我现在没有用手吃, 我现在用刀茶吃了, 兄姐妹, 如果, 如果, 福音, 今天你信了耶稣, 你来了教会, 如果福音没有在你身上发酵, 而做功的话, 你就好像那个死人猪, 虽然你已经是受过高等教育, 虽然你来过教会, 虽然你读过经, 虽然你参加过聚会, 你跟那个死人猪没有什么分别, 你还吃着死人, 你还吃着人肉, 今天我要劝勉你, 让福音在你身上做, 让福音在你身上发酵, 唯有让福音在你身上发酵的时候呢, 你的生命才有真正的改变, 而不是像死人主这样子, 空有知识而没有生命的改变。 另外, 兄妹妹, 高罗在监狱里面, 他有一百个理由说, 反正我要传福音被捉进监狼里面, 我已经很惨了, 没有什么心情了, 可是你看, 保罗在监狱里面, 也是不断的传福音, 他在监狱里面, 也在监狱里面结果子, 把福音传给羊羽。 兄妹妹, 让我们也是一样, 不要停留自自在, 来参加聚会, 想一想, 你身边还有很多人没有听过福音, 还有很多人没有接受到耶稣, 让我们学习把我们的监狱, 将福音, 不管, 不管, 不论得识, 不得识, 不管, 怎么样的情况, 总是要把福音传给, 你身边的一些人, 让我们讲一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